嗨 欢迎回到九九的油管频道 最近因为人工智能AI非常的火热 于是我就尝试了一下用AI来做视频 做完之后呢我的背脊是发凉的 我就觉得说我的工作也许很快就会被AI取代了 所以大家在我还在油管上面做视频的时候呢 记得帮忙点个赞 订阅我的频道 还要开启小铃铛 那说不定哪天你看到的就不是我了 就是我弄出来的AI机器人来代替我 下面这支视频大部分的工作内容都是由AI机器人生成的 那我只是手动的去替换掉了一些不太吻合的图片 做视频总得有个主题 因为前段时间我不知道从哪篇报章上面看到说 就是这种流行病像黑死病和天花 还有西班牙大流感过后 世界的经济或者当地的经济都需要25 平均25年的时间来恢复 于是我就想说我看看AI它知不知道 每一个流行病它对经济复苏的时间 有没有一个大致的概念 因为毕竟我们也刚刚从新冠疫情中慢慢走出来 所以我也很想知道 经济到底要花多少年的时间才能复苏 那抱着大流行病过后 经济大概要多少年才能复苏的这个疑问 我跟ChatGPT也就是最近最火的这个OpenAI的聊天软件 进行了以下的对话 而且用另外一款免费的软件生成了视频 不知道大家看完这个视频之后 能不能猜得出我用的是哪一款免费软件呢 而且近乎是一键生成的视频 如果有在做油管的朋友可能已经下载了这款软件 那话不多说就看一下我跟AI的对话吧 能用讲故事的形式讲一下当年的黑死病吗 当年的黑死病爆发是一场大瘟疫 它在14世纪中叶爆发并在整整14年里蔓延 这场瘟疫始于中东 然后在陆地和海上贸易的帮助下传遍了整个欧洲 有一个叫做约瑟夫的农民 他和家人住在一个小村庄里 一天他们发现有一些村民生病了 症状包括发烧身体虚弱和黑色斑点 约瑟夫和家人很害怕 他们知道这是黑死病病毒的征兆 瘟疫迅速蔓延 越来越多的人生病了 约瑟夫和家人决定避免人群 并努力保持卫生 但是 瘟疫最终还是来到了他们的村庄 约瑟夫的妻子和儿子都感染了病毒 约瑟夫感到绝望 他看着自己的家人慢慢死去 而自己却无能为力 黑死病瘟疫最终在村庄里夺去了许多生命 约瑟夫孤独地生活着 怀念着他失去的家人 这场瘟疫对欧洲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据估计有一半以上的人口死亡 在那个时候 人们不知道瘟疫是有什么引起的 也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 直到后来才发现 黑死病是由一种叫做碳菊杆菌的细菌引起的 这种细菌通过早营和其他昆虫传播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们学会了如何预防和控制瘟疫的传播 医学界也发展出了治疗探剧的方法 尽管如此 黑死病瘟疫在历史上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事件 它对当时的社会和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并导致了人口减少和社会变革 为什么约瑟夫没有得黑死病呢 约瑟夫没有得黑死病可能是因为他有天然的免疫力 或者他在瘟疫爆发初期就已经感染了病毒 但是没有症状 或许他遵循了预防瘟疫的措施 例如保持卫生并避免人群 这也有可能使他没有感染病毒 这只是小说里的情节 在现实中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黑死病是在那个时候非常致命的疾病 几乎所有感染者都会死亡 黑死病之后欧洲经济用了多少年才恢复 黑死病瘟疫对欧洲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因为大量的人口死亡导致了劳动力的短缺和农田的限制 经济恢复需要很长时间 由于人口减少 农民和工人能够获得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 这导致了经济的复苏 农业生产增加 城市发展 贸易增长 另外 黑死病瘟疫导致了财富的重新分配 人们开始投资新的技术和工具 导致了工业的发展 不过由于缺乏具体数据 很难确切知道多少年欧洲经济才能完全恢复 但是大约需要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几十年是多少年呢 二十年 三十年 四十年 几十年是指三十年到四十年之间 这是一个大致的估计 具体数字可能因国家和地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黑死病瘟疫对欧洲经济的影响是长期的 并且恢复过程是渐进的 在短期内经济可能会出现衰退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新的机会和技术的出现使得经济得以复苏 有没有觉得AI做的已经相当专业了 包括字幕图片视频和背景音乐全部都帮你弄好了 那我这两天刚好接了一个业配 所以呢我想说我看看能不能用一个小时的时间 把这个业配的视频给做出来 然后就真做出来了 就请看下面的业配 去年2022标普500下跌20% 纳斯达克100指数下跌33% 我们的储蓄退休金和股票都受到负面的影响 在配置我们的资产的时候还有什么其他的选项 好吧 看看专家们在做什么 据高盛和美国银行的分析师称 他们将多达30%的投资组合分散到另类资产中 实物资产比如说名画或艺术品 Masterworks是纽约市金融区 一家旅货殊荣的初创公司 让你以小钱合资购买当代艺术 你可能知道艺术品可以升值 其实在过去26年里 当代艺术价格比标普500指数增长高出131% 德行专家预计艺术品作为一种资产类别 全球价值将在三年内增长58% 虽然大多数市场下跌10% 20%甚至50% Masterworks售出九幅化 分别涨了9% 10% 13% 17% 21% 27% 33% 35%和36% 帮助买家赚了数千万美元 这些结果引起了福布斯 CNN CNBC等媒体的关注 现在需求已经达到Masterworks 每周都希望获得新艺术品的地步 到目前为止也有超过61万7千人注册 现在你可以在描述栏找到链接申请一个免费账户 你觉得这个业配广告好不好呢 请在下面留言 那其实我是觉得说如果是做一个广告类型 如果一分半钟的视频的话 如果让我自己去写稿 然后读 真的是挺花时间的 因为我还要去看完之后再读 然后再剪辑嘛 但是如果是自动生成的话 真的是好快 我只是需要把厂商提供给我的一些影片 再把它加进去就好了 就是架构的搭建用AI来做 真的是太方便了 那我最近对人工智能制作影片 真的是有点上瘾的状态 所以我又继续问ChatGPT 你对西班牙大流感又有什么样的看法 这个经济是用了多少年的时间来恢复的呢 能用讲故事的形式讲一下 当年西班牙大流感吗 当年的西班牙大流感爆发 是一场严重的全球流感疫情 它在1918年爆发 并在整整两年里蔓延 有一个叫做卡洛的年轻医生 他在当地的医院工作 一天 他开始看到越来越多的病人感染了流感 症状包括发烧 咳嗽 身体虚弱 卡洛很快发现 这不是普通的流感 而是一种更加严重的病毒 疫情迅速蔓延 越来越多的人生病了 医院里床位紧缺 医护人员努力抢救病人 卡洛和同事们竭尽全力 但是病毒太强大 很多病人最终死亡 西班牙大流感瘟疫不仅在西班牙 而是在全球蔓延 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全球共有数千万人死亡 其中包括年轻健康的人群 卡洛最终看着疫情的结束 他感到疲惫和悲伤 因为他看着太多的人死去 而自己却无能为力 他记住了这次疫情 并且决定将这次经历 用来帮助更多的人 这场流感疫情在全球范围内 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并导致了大量的死亡 直到后来 科学家才发现 这种流感是由H1N1型流感病毒引起的 这种病毒是人与情类之间传播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科学家学会了如何预防和控制瘟疫的传播 医学界也发展出了治疗流感的方法 并且开始研发流感疫苗 尽管如此 西班牙大流感瘟疫 在历史上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事件 它对当时的社会和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并导致了大量的死亡 H1N1的死亡率是多少呢 H1N1流感病毒的死亡率 在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爆发中 是相当高的 经过估计全球约有50米1亿人死亡 其中包括年轻健康的人群 但是死亡率是可变的 并且受很多因素影响 例如年龄、健康状况、营养状况等等 在1918年 许多因素都导致了高死亡率 例如医疗资源短缺 医疗知识和技术的限制 以及缺乏有效的疫苗和治疗方法 而现在随着医疗技术和疫苗的发展 H1N1流感病毒的死亡率已经明显降低 尽管仍然有一定的风险 西班牙大流感之后经济用了多少年复苏呢 西班牙大流感瘟疫对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因为大量的人口死亡导致了劳动力短缺和生产能力下降 恢复经济需要一段时间 由于人口减少 劳动力短缺 工人和农民能够获得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 这导致了经济复苏 农业生产增加 城市发展 贸易增长 另外 大流感瘟疫导致了财富的重新分配 人们开始投资新的技术和工具 导致了工业的发展 不过由于缺乏具体数据 很难确切知道多少年经济才能完全复苏 但是大约需要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几十年是多少年呢 二十年 三十年 四十年 几十年是指三十年到四十年之间 这是一个大致的估计 具体数字可能因国家和地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西班牙大流感瘟疫对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恢复需要一段相对长的时间 需要重建经济体系 重建劳动力 重建社会等等 这次新冠病毒造成了全球多少人的死亡 截至2021年 新冠病毒COVID-19已经在全球造成了数百万人死亡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死亡人数不同 世界卫生组织WHO提供的数据显示 全球新冠病毒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3000万人 然而这个数字可能会有所偏差 因为不同国家的数据收集方式不同 有些国家的死亡数可能被低估 你觉得这次新冠病毒之后经济需要多少年复苏 我是一个语言模型 不能预测未来的经济走势 也不能确定经济复苏需要多少时间 新冠病毒疫情造成的经济冲击是巨大的 对全球经济造成了重大影响 具体的复苏时间取决于许多因素 例如疫情的严重程度 政府的经济政策 社会的信心等等 因此没有确切的时间表可以预测经济复苏 那其实用完ChatGPT之后呢 我是用了剪映的一个非常不起眼 但是它有非常强大的功能 制成了刚才的这个影片 那在ChatGPT上面 我把所有的问题问完之后呢 我要点这个图文成片 然后你点它一下 出来这个对话框 你把刚才ChatGPT上面 对话内容复制粘贴到这个对话框里面 然后呢改一下 就是把用户名给删掉之后呢 就可以开始生成视频了 简易是抖音旗下一款特别好用的 视频编辑软件 也是我一直在用的 那ChatGPT它的数据截止是在2021年 也就是说2021年以后的数据它并没有 那它现在的使用功能呢 更适合于去做一些简单的历史的总结 那也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包包镜啊 就是我最近还蛮喜欢用它做ring lights的 那它这个镜子呢是可以拆下来的 而且是无痕的 它是用磁铁粘上去 那高度就刚刚好 就帮我在台面上面可以打个灯了 而且可以到处放 那等到百分之百之后呢 就可以看一下简易生成的视频了 就是音乐字幕全都在里面了 能用讲故事的形式讲一下当年的天花吗 当年的天花是一种叫做麻疹的病毒性传染病 它会引起严重的皮疹和发热 这种病在古代是非常致命的 因为医疗技术非常有限 有一个叫李白的诗人 他曾经在一次天花流行中感染了这种病 他被送到医院治疗 但是由于当时的医疗技术非常有限 他的病情并没有好转 这个ChatGDP还是有点幽默感的 就是他直接改变历史 让李白是得天花而死的了 所以大家也不用那么严肃啊 他就只是一个聊天软件而已 他的主要目的还是让大家有个娱乐 那我们继续听这个ChatGDP 怎么把这个故事编下去的吧 李白病重 他的朋友们都担心他会死去 但是李白却说 即使我死了 我的诗歌也会永存 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写下了许多美丽的诗篇 表达了他对生命和死亡的思考 最终 李白死于天花 但是他的诗歌却留存了下来 被后人鸣刻在心中 他的精神和艺术依然活着 你能赢李白诗吗 当然可以 李白是属于唐代伟大的诗人之一 我可以为您银送他的名片 例如枪敬酒 人生得意虚敬欢 末时金尊空对月 天生我才必有用 千金散尽还复来 胖羊宰牛且为乐 会须一饮三百杯 陈夫子 丹秋生 枪敬酒 杯莫停 与君歌一曲 请君为我轻而听 中古传玉不足贵 但愿长醉不复醒 古来圣贤皆寂寞 唯有赢者刘其名 陈王西时艳平乐 斗酒十千自欢血 主人何谓严少前 竟需孤取对君拙 五花马 千金球 忽而将出换美酒 于耳同乡万古巢 在这边我就不继续了 但是能够看得到 剪映的图片和视频生成能力 是非常强大的 只要给个文案 它就一键生成 看完这个视频之后 我第一感觉就是 我又要失业了 就做了那么多 不同的行业之后 好不容易挑了个博主 结果在做博主的第一年 还没过那个年呢 这个AI就出来了 然后做视频做的那么好 我觉得我自己做的视频 都未必有它这么专业 那其实我对它是 又爱又很爱呢 就是因为 它真的能够帮我 省去大量的时间 去搜索这些搭配的图片 我也会把ChatGPT的链接放在描述栏 还有剪映的下载链接 那现在的剪映呢 我是用了付费版的 那是我借一个朋友的抖音账号 然后付费上去 但一年也就20美金左右吧 它的VIP功能还挺多 挺强大的 你也可以使用免费版 就是不要用它的VIP功能 就是免费的 这两个工具是我真的觉得 就是在未来的至少一年之内吧 我可能会非常频繁的使用 那ChatGPT的总结 其实和我看到那篇文章的内容 大致是相符的 也就是说在一个大流行病之后 世界或者是地方的经济 会有短时间的衰退 但是伴随着就是 人口的减少和劳动力不足 那会导致薪资的增加 这个时候可能会激发 人类的一些潜力 也许就是真的是要用 更少的人去做更多的事情 会伴随着一些新的科技的发展 新的机会 那具体是什么机会呢 那没有人可以预测未来 就好像三十年前的我 当时我记得好像在学校里面 还是那种就Windows 然后有个小箭头 然后你给它指示 它就往上走 往左走 往右走 但现在呢 我们人手一台智能手机 那除了是台电话之外 还取代了照相机 收音机 电视 电脑 游戏机 唱片机 还有一大堆的 所有的这种电器 几乎都是被一台手机而取代 我也从来没有想过 我的一个电话 真的是可以带我飞 我们的未来 会有什么地方 会被AI取代呢 暂时不知道 也许是全部 也许我们以后 真的都需要 Universal Income 它如果能把 劳动力 体力 脑力 都给取代的话 那要人类还干嘛呀 其实我还有一些事情 想跟大家分享的 但是不太适合 在公开的场合说 所以记得扫码 填好你的名字 跟email 我会发我的私欲视频 给你哦 还有别忘了 分享这个视频 给你觉得有需要的人 有什么意见或建议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